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月19号应询表示 在海外的台胞遇到什么困难 都可以及时联系中国驻外使领馆寻求帮助 台湾人被拐骗到柬埔寨 从政府到民间都忙着救人 中国却趁机搞统战 中国驻柬埔寨大使馆 发了一篇致在检台湾同胞的一封信 说台湾同胞就是中国公民 有困难请召中国大使馆 对台湾省级的中国公民 会一视同仁予以重视 祖国永远是最坚强的后盾 柬埔寨的这个事情 是中国一带一路的这个遗毒 那中国的这个诈骗集团 害得我们的国人受难 吴钊帅要中国别假好心 追根究底西港会变成诈骗天堂 就是因为中国一带一路政策 2016年在这里大举投资 大批中国人发展博弈事业 2019年时规模达到近百间 但2020年柬埔寨实施禁赌令 博弈产业转型网路诈骗 接着中国祭出大劝反行动 迫使从事诈骗的中国人回国 人力缺口台湾人就被抓交替 特区类的房地产业 商业 服务业 旅游业 娱乐业 休闲 度假等地产产业 将会迎来新的一波发展热潮 把诈骗特区讲得天花乱坠 舍志江是跨足柬埔寨 缅甸泰国诈骗的中国主贤 在柬埔寨中国商会担任会长 还被称为是中国在东南亚的侨领 近期才在泰国被逮 中方却相当低调 如果真的有办法营救的话 那他早就营救回来了嘛 就像你今年还是看到有中国人 他也是被拐到柬埔寨去嘛 结果他也是要靠民间的方式 想办法把人给弄回来嘛 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毒是当初中国那个地方 很多的政商关系所放出来的 那现在你要扮演一个 好像我是来解毒的人 所看到的很多时候是 人家跪在中国大使馆外面 他们都不理 因为太多了 他们也不知道要怎么去救 香港报道揭穿 中国大使馆的救人能力 宣称要帮助台湾同胞钱 恐怕得先顾好自己人 刘德主持人如果说这样看 都是抓狗帝 当初说中国去柬埔寨投资嘛 因为经济不好嘛 经济不好之后 可能当地的一些 本来想做了什么博弈事业 也做不起来 那后来变成说 抓台湾人抓狗帝 台湾人有时候也很害 说米粒开那儿 要抓一个台湾的好朋友 也有很多朋友 再到当地做诈骗 这真的是人性的丑陋 我还记得我丁集在这里说 其实现在柬埔寨 还比较像什么呢 比较像中国海外的一省 比台湾比较像 都听他的啊 那是什么原因 其实我们对柬埔寨的历史 如果稍微看了 很多你就知道了 他去七百年 邓小平那儿在 他对外南发动一个 叫做成越战争 1978年去打外南 他为什么打外南 他就是没有要 柬埔寨去越南兵吞去 因为那个法蜀中南半岛 还有一个辽国 外南兵吞去打美国 好 气势很强心 要把这两国都吃掉 中国不愿意 中国说这块你不能给他参加 你参加 我从来对北边跟你打 有那个亮山之战就在那里开始 所以从那里开始 包括那东西的 柬埔寨的红高棉刺检 那都是阿公后边你支持的 到后边阿公也支持韩申 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的那个高层 柬埔寨的高层 好像都听中国的 都听政府的 好 既然是这个关系 再加上这几年其实大量移民 这个中国人大量去到柬埔寨 然后那个所谓的移国 不用接受中国那种比较严格的法律 所以柬埔寨现在的进行 很像什么呢 很像那个民国出 那个上海滩 什么法租借 没有政府啦 你就赴助的啦 有资金赴不赖乱葬 这个是坦白说 在这种状态里面有很多的机会 可能一夜就翻身了 可能会探紧啦 但是有更多是诈骗 那要害人的东西在里面 现在台湾就是 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很无资的啦 台湾人没什么在看 我们比较神龙啦 也不是怎么说 我们台湾 如果你注意看 在我们的车顶 捷运顶外 我们日本人是 大家手中拿一个 都在看资料 台湾的手机就是 算电动游戏 算手游的 都在手游 所以台湾人对柬埔寨无资 也造成说很容易就上当 月入八万十万 大家就中华也要 这个事情我们坦白讲 民众要自己用的监督 在探索 要让那些好康的台湾 都骗自己的人 但是政府要做 我上一次节目我讲 第一点就是说 在这个时间 我们应该多推广 让大家 记得到一些我们台湾 旧边的国家的现况 包括统严重 现在的政府才是很严重的 机会是 好像听起来很多 但其实是都陷阱 这政府要告知啦 但目前 当然我当然 就是说有你做了 但是毕竟不够嘛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手机 看资讯 很容易上当嘛 好 第二个我认为 政府要去做事 已经发生了些怎么 尽量去求 但是我当然 他不要去用什么淑金 这老爸也比肥肉一块 说淑金会發育 会越来越来越去 都会找台湾人 会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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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处理要很谨慎 再来说说对我们台湾 其实很多头都在台湾啦 那個人蛇集團的頭是在台灣 在這裡找人就對了 政府要想去破貨啊 你的警察單位如果這個東西資訊不如你也抓不到 現在要抓啦 警政署可能要斷下去找啦 是 大家不要緊 其實柬埔寨這個狀況是 中國一帶一路造成的 現在他很亂 但確實也很多 還關不到 你共會對他們國來的二十幾星他關不到 這星他關不到 還要灌 所以都歐洲去控制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柬埔寨的資訊要更 大家更了解 大家要多關心一些 不只柬埔寨啦 我覺得像菲律賓什麼這個都還 你的店好像也很多 泰國也是有 這個當然現在是一個 因為中國緊縮嘛 中國這兩天要經濟壞嘛 很多資金 很多黑幫組織都向東南亞在擴散 這是現在進行的事 大家要很注意 請問韋傑議員 這整件事情當然很明白 柬埔寨是中國的一帶一路的遺毒 但我們臺灣要怎麼樣自己也要能夠覺醒 當然我覺得說就站在政府的立場 我覺得第一個要加強我們的宣導 不管是從教育面著手 或是說讓大家更了解整個東南亞市場的 目前的一個現況 我在這邊也是 雖然說我想大家都知道說 這些可能是中國一帶一路的遺毒 那我想中國大陸可能在這邊也扮演了一些重要角色 那當然我們該譴責 該罵的一定要罵 但是我這邊也要提醒大家 我覺得現在執政黨當初也是在聽 我們在宣傳什麼所謂的新南向政策 所以當新南向政策的時候 你也應該要告訴人家說 這些國家對我們要推新南向 我們也鼓勵大家往南邊走 我覺得這都是好意 都是好的那個建議 只是說這些國家的這個國內的國際的一個現況 國內的一個局勢的狀況應該讓我們的國人可以更加了解 我覺得應該要把這樣的一個宣傳的一個部分 給他做到更到位 你說宣傳他們的一些負面的東西 也不要說負面說他的現況是怎麼樣 讓我們必須要資訊很充分 我想剛剛主席也提到 因為可能有很多時候 我們對這些跟我們比較切身 沒那麼相關的 不會那麼去重視 我想今天不是因為很多的臺灣的民眾被滯留在那邊 或是說被威脅 我們才注意到這樣的一個案子 但為了是你看中國有很多什麼僑領 把到柬埔在當地 還上他們的這個雜誌封面 好像看起來是一個很成功的企業家 可到後來背後也是一個詐騙集團首腦不是嗎 對 所以說我們如果 你說這個宣傳怎麼去宣傳 政府在這邊的一個資訊 如果已經有掌握了 就應該讓我們的國人更加了解說 你要到這邊去 你要負擔一定的風險 那兩項比較起來 我想最近就也有 因為我們也有新的案例說 你到花蓮去採柚子一個月 也有八萬塊可以領 讓大家知道說你可以留在臺灣 真的 有這樣的一個方式 到花蓮採柚子 這是真的 可以去採 這是很辛苦 一定的 一定都辛苦 我想到不管到海外 或是說做這樣的工作 都是有相對他的一個辛苦性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到資訊更加透明 讓我們的國人知道說 我在做選擇的時候 怎樣做才不會誤觸這個企圖 或是說被這樣的一個出國去 我說真的 因為這個我們跟這些國家的一個 這個交往的一個過程 目前也沒有那麼的順暢 那有時候 你在國外真的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時候 會怎麼辦 所以我覺得說在國內這個層次上 我們應該加強宣導 讓我們的國人 讓我們年輕人知道說 你到國外去 你說負擔的風險是什麼 那政府要加強宣導 好的也要宣導 壞的也要宣導 梅飛姐這應該有難度吧 真的要這樣做嗎 我先這樣講 我相信韋傑議員不是惡意 但是我必須要講 你邏輯上真的要討論 執行上呢 請問一下 這跟新南向政策什麼關係 什麼關係 新南向政策是鼓勵我們的生意人 去那邊投資對不對 利用他們商機對不對 然後你移轉 你不要籃子都放在中國這邊 那我可以告訴各位 新南向政策這麼幾年下來 你知道聯合報紙也都講 財商這幾年賺的錢 比在中國30年賺的錢還多 今年上半年正式逆轉 今年上半年20億到新南向 18億在中國 沒錯 為什麼 中國經濟下行嘛 中國整個風險很高嘛 新南向真的是在開花結果嘛 其實為什麼我發現 有些國民黨的民意代表非常糟糕 還有一些媒體就刻意的在那邊說 新南向政策只會搞這個 結果呢帶來這個苦果 這個叫做惡意連結 我知道韋傑議員不是 但是有些委員 有些民意代表 我覺得我不知道他是搞不清楚 還是怎麼樣 這完全是中了中共的計 為什麼 中國最怕什麼 中國現在經濟亂七八糟 他最怕台商撤資嘛 你如果大幅撤資到東南亞去 對他不是更雪上加霜嗎 他自己錢已經不夠了嘛 所以希望你們千萬不要 把新南向政策 跟這個聯結在一起 錯了 今天這時候有些詐騙 非常簡單 確實就是一帶一路的遺毒 事實上我可以告訴各位 他從2013年開始 那時候他們就是推出什麼 一帶一路的想法這些 你知道嗎 就開始有中國的一些富二代 紅二代在那邊幹什麼 洗錢 我不客氣的講 然後呢 2016年開始 中國就說要一帶一路 那大局就進去了 進去了之後呢 你搞什麼基礎建設 不是 賭博 色情 毒品就來了 那詐騙也來了 你知道還甚至詐騙到什麼 詐騙到中國高官 詐騙自己的人 的家屬 所以你還記得幾年前 不是有台灣人被抓了 送到柬埔寨去 記不記得這件事情 就是那個時候 就是有這種詐騙的事情 所以中共這邊震怒 那你知道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嗎 我們就講去 一德主席講的是對的 柬埔寨真的是非常依賴中國 柬埔寨的外債 我告訴各位一個數字 百分之四十幾以上 就是中國 債主就是中國 都是他借給他的 對 中國借給柬埔寨 對 都是中國借的 然後中國的投資又是最大的 一帶一路到這邊畫大餅 所以柬埔寨 當然是非常親近中國 再加上我不客氣的講 這也不是翻腦帳 可是大家必須要知道 為什麼我們跟韓森 這個洪森政府這麼糟糕你知道嗎 當初是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本來韓森他自己的父母 都有華人血統 他對台商也沒有什麼惡感 台商很早就進去扎根了 帶頓他們經濟也沒有不好 可是那時候的外交部長 蔣孝妍跟人嗆聲你知道嗎 台東很壞就對了 結果洪森這邊當然 後來他政變奪權以後 當然就報復嘛 那一方面對中華民國政府 就非常仇視 二方面跟中國那邊 就是很麻糬嘛 好 那我們要講說 中國那個時候 因為他們的高官家屬 甚至有人被詐騙了 所以你知道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嗎 各位想像不到 中國的公安可以跨境到柬埔寨 跟他們聯合大執法 所以好多好多詐騙犯 好多中國人就逃回去了 再加上後來就是 遇會他們那個大返回運動 他不只在機場撿你的那個護照 他怎樣你知道嗎 沒有小孩子在柬埔寨 帶你家去噴黑漆 去噴紅漆 然後說你家住詐騙犯 就是這樣 所以好多中國人走了 再加上疫情 就沒有辦法再來 那那些博弈特區這些 沒有人賭了 那怎麼辦呢 就搞詐騙 搞詐騙這裡頭 剛開始就中國人講中文 講華語 所以就找台灣人來 那我必須要講 在這裡面確實有些人真的是被騙 那有些人呢 他自己是不是知道 是故意要去做這些事 他覺得吃好賺錢 對不對 輕輕鬆鬆鬆鬆 因為當初都畫大餅 畫得很好聽啊 你在台灣賺的薪水低啊 到這邊來 可以薪水給你怎麼樣怎麼樣啊 那有人去那邊 真的就是 就是到這受不了軍事化管理 也被洗腦了 也到後來啦 我不知道 但有些人他想回來 他如果說他知道的話 那他回來有沒有共犯的問題 有沒有法律責任 有 所以他就變成詐騙 你懂嗎 或是他變成一個搖身 變成一個受害人 有這種情形 那甚至還有一種情形 我要跟各位講 這個就是說 我們最近像Bump 他就是一直抨擊說 為什麼政府不給臨時護照 不是說有一個受害的先生出來 那這個已經幾百萬人點閱 那我知道的是說 還有類似的案子是這樣 政府為什麼一下沒有辦法 不會給護照 他先調查這個人的背景 當然 因為發生過什麼例子呢 我說給大家聽 就有人 因為大家要知道 台灣的護照在國外 是非常好用的 在黑市是非常好用的 一百多國非常通行的 中國根本沒這個行情啦 所以台灣的護照非常值錢 那有些人呢 他就說他是被害人 他也不出面 他就說我被困了 故意要騙 找人出來 就去跟外交部說 你給我一本護照 那你都在外交部立場 我當然要查明清楚 對不對 所以你知道外交部 有做什麼動作嗎 包括跟所在國的 這邊的海關 包括台灣的海關 都已經打過照會了 就是說呢 我們給你一次 一次性的入國證明書 對 入國證明書 你在當地可以出去回來台灣 台灣也可以入境 入境之後見別的身份 讓你來辦護照 我們這樣子才能夠 你不會有人講嗎 而且這個入境證明書 我補充一下 入境證明書 它是有限班機 還有限時間 超過的時候 這張入境證明書就失效 已經很給方便了 對 因為他其實還必須要看 他有沒有當地的報案證明 如果這些都沒有 怎麼可能隨便報案 怎麼可能發給你 對 然後你知道 就發生過一件事情 就發生過 據我們所知 就是有發生過 有人那時候就是在杜拜 然後說他丟了 他被困了怎麼樣 然後真的也給他護照了 結果你知道這個人怎麼樣嗎 不入境耶 為什麼 他跑去寮國啦 不敢回來台灣 我問你喔 他要騙的 他說他受困 給他護照 你應該要回來對不對 對 跑去寮國 後來你知道這個人 又發生什麼事嗎 護照又丟了 又丟了 又找別人出來說 他要護照 根本就在賣護照的 我問你有沒有問題 問題大了 問題大了嘛 你如果真的回來的話 你怎麼會這個樣子呢 那這種案子不只一個 那就有人一直說 我護照掉了 然後就找別人來 然後不知道的人 就講說 這幾乎那才認識 所以為什麼 吳釗先生會說 我們的護照 不能隨便給 我們一定要營救國人 可是我們要見別身份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時候我就簡單的講 就是說國民黨的立委 好吧 我就世間大哥是仁慈啊 我認為說他們就是想 好 我認為他們要做好事 你們把人帶回來也很好 但是我請問你 你作秀會不會秀過頭了 你莫名其妙到極點 你立法委員很大是不是 行警 我可以告訴各位 依照法規 本來就應該把人帶走 要做身份鑑別 我這樣才能查說 你到底上面有誰嘛 對不對 是誰來脅迫 你才能夠這個順藤摸瓜 把整個網路發出來 結果你居然可以立法權 凌駕司法權 不准人帶走 後來你知道還有國民黨立委說 要開國際記者會 搞什麼東西啊 要想把搞大吧 這個是很奇妙嘛 真正今天為什麼 這個事情說得更有 難道不是一帶一路嗎 你中國不要在那邊 國台辦那邊假好心 講那個什麼話 吃台灣豆腐 你有本事 你跟柬埔寨關係這麼好 你就把你那些中國 主要那個幕後老闆 幾乎都是中國金主嘛 大人蛇集團 那些首領都是 你把他們清除出來嘛 帶回中國嘛 斬草除根嘛 在這邊講那話 那整天對台灣文攻武嚇 什麼我們是中國公民 你覺得台灣人 會吃你這一套嗎 那我也希望在野黨的朋友 或是媒體你們搞清楚一點 不要說利用這件事情 政府如果有做不好 要加強的 我覺得我們都來監督很好 但是不要東扯西扯 新南向政策 更不要講他們政府 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那我覺得這一切的結果什麼 到最後你是真心要救人 還是要搞政治鬥爭 我覺得大家可以想一想 到底也是不是政治鬥爭 事件硬要補充 我只補充一句 新南向政策 光柬埔寨就好 光柬埔寨 我們這幾年來的成果 總共我們成功的去投資的 九十三 八十三家台商 總投資金額 美金十一億五百萬元整 而且這兩年來都已經陸續開始獲利 所以事實上 新南向政策方向是對的 大家冷靜想 光是柬埔寨這十一億五百萬美金 如果是投入中共的話 那是肉包子打狗啦 有去無回 至少在柬埔寨這個投資 他們也正式承認我們這是外資 所以有受到國際資金投資的一個保障協定 這是正確的事情 所以政府的做法就是 該對的是我們去做 新南向的鼓勵 這是正確的應當的 那該我們有遇到當地的黑幫 跟中共釋放出來的黑幫 他們來破壞我們台灣青年子弟們 該查該追的 我們去追 我們去救 這是兩碼子事 新南向是正確的 稍後回來看到的是 現在傳出說夏立妍 國民黨副主席夏立妍 訪問中國 現在傳出說可能 他要跟劉潔一來見面 可是當時去的時候 不是說他沒有要跟中國 任何的官方接觸嗎 到底背後又在算計什麼